大花小花 争其道艳绽放在彩词作品上 陶一家李秀芳的作品总是花团紧促 热闹缤 潜心钻研彩词创作近21年的李秀芳 近期挑战最困难的作品 是她花了两个多星期完成在不同区块 画上各式各样的花 最后初遥时正是她期待的模样 困难可以挑战 对 因为我们画的是右下彩 从一个土胚开始去完成 黄金的部分是最后一次烧 烧大概800多度 所以要整体的结合 配合拉胚师傅 配合烧咬的师傅 还有加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是要真的要整体要合一 很不容易 烧瓷器就是这样有趣的地方 十多年前李秀芳受到音乐家布拉姆斯的启发 开始授课推广生活艺术 而今逃离满天下的李秀芳 相当受到学生的爱戴 不但是学花 而且是学老师的做人 他感恩他的老师 他觉得老师带给他很多很多的学习 然后他有今天的成就 完全是因为他的老师的关系 所以他对我们也一样 用这样的心情来对我们 在他身上学到了 竟不是只有画材词 包括做人啊 穿衣打扮啊那一类的 因为我们老师他其实就是一种 急增善美于一身的啦 然后真的他带人出事你就会觉得说 你看着他就是每天看到他就很开心 我带着学生有十几年的时间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所以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不论是在上课或者是在有关技术上的一个传承 他都很无师 然后跟同学之间就好像家人一样 这是我所看到他跟其他艺术家所不同的一个地方 李秀芳表示 这次的师生连展作品 包括书法 油画 彩词等近百件 感谢台华窑让学生有一个舞台 让更多的人接触彩绘器 将艺术融入生活中 发挥绘器的实用价值 新唐亚太电视胡书霞张延杰 新北市采访报导